今天上山的第一朵菌 青頭菌綠綠的 還好看 有點新鮮 大起來 在這個偏坡 青檯下面有兩朵 裡面這一朵花掉了 那個小孤朵還可以 在這個小斜坡這裡 有所大的 還有這個孤朵 有個小孤朵 綠綠的好看 這裡有個小的給它帶起來 哇 在這個坡這裡 綠朵 雞棟 太板著了 它的帽子都有這麼大 這麼肥的雞棟 我把它挖出來 看這裡 是不是特別像雞棟 但是我一拔出來 它穿著裙子的 這個是麻木雞 不可以吃的 可惜了 它這麼肥 要是雞棟 就夠吃一餐了 我還以為 我撿到雞棟了 這雞棟怎麼 就軟不到我呢 還是找鏡子吧 在這裡又發現一朵 還是青頭鏡 小蟲也特別喜歡吃 咬了很多 哇 好肥啊 大琴 哇 在這個路邊 我遠遠的就看見 這裡有個小蟲棟 還挺肥的 這裡上是一朵 之前我在這裡撿過幾朵 是個菌窩 來看一下 沒聽到真的有 看看這個坡 在這裡我發現一朵 夾在這個草桶裡 還挺大的 要小心一點 哦 有螞蟻 螞蟻也喜歡吃菌子 讓牠們爬一下 我再拿 拿出來了 挺漂亮的 就是牠的腿 被螞蟻吃了一些 在這個小鞋坡 在這個小鞋坡這裡 有一朵 看得太好了 剛好合適 哦 在這個咸雅邊上發現一道 光顧著撿鏡子高興啊 我沒看路 差點就塞到溝底去了 一朵鏡子很大 遠遠的我都看到了 看得太好了 雖然摔了一腳 但是撿了這麼大的一朵青頭菌 也值得了 哇 從懸崖這裡上來 這裡又發現一個骨頭 金皮子 腳也挺酥的 看起來 人太深了 好 我清理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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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好看了 特別秋秋 特別秋秋 在這個路邊 一邊一朵 一朵好 特別好看 蟲還吃了一點 這朵軟了 壞掉了不要了 就拿著這個 在這個樹下面又發現一朵 樹葉蓋住有點發霉了 在這個樹角又發現一朵 那朵青頭菌好小啊 太羞氣了 點了一早上 很快滿了 夠我們家買一買的吃一段 回家了 很快 很快 快點